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娱乐圈更是一个捧高踩低的圈子 很多艺人刚入行 没红的时候都经历过区别对待 其中包括搞笑综艺咖 纳豆 关于拍马屁这件事 他回忆起自己刚出道时的经历 直接点名赵正平 他爆料自己和阿坑在刚出道还是很嫩的新人时代 曾拍摄过王伟中的戏 当时放饭就跟着大伙一起去拿便当 因为预算有限 所以每次鸡腿便当就只有几个 一次他看到稀有的鸡腿就想要伸手拿 不料就马上被赵正平从后面踹飞 呛说 新人凭什么拿鸡腿便当啊 当女星葛伟如经过时 他立刻收起怒气说 伟如姐 鸡腿便当帮你准备好了 后来看到王伟中进到休息室 他又马上说 伟中哥 你不用跟这些畜生吃的一样的 我帮你准备好顶太风了 最后 王伟中哥剩下最后三颗小笼包吃不下 就赏给了纳豆 回忆起这段过往 纳豆笑说 所以我人生的第一餐顶台风是伟中哥吃剩的 但我超开心 他表示 赵正平这种有趣个性让他记忆很深刻 后来熟悉后 两人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纳豆出道时并没有得到家里的支持 他的舅舅是出身警戒 刚正不阿 捋破重案的侯友仪 从小 家族小孩都视舅舅为偶像 立志当警察 唯独他喜欢表演 当初他一心想考北一大戏剧系 但家人坚决反对 母亲还拜托舅舅劝他 但没想到舅舅反而支持他追寻自己的梦想 推了他一把 而他也没辜负舅舅的期望 虽然后来两人都生活忙碌较少见面 但舅舅始终默默关心着他 让他相当开心 进入演艺圈后 他靠着模仿节目走红 也在节目中模仿过舅舅 两人外形颇神似 都有垂垂的眼睛 圆脸浓眉与相似的身材 他以为舅舅没看过他的模仿 没想到有一次记者向他表示 舅舅不但看过 还提出警告 让他当场傻眼 如今那都在演艺圈占有一席之地 还跨行开烧肉餐厅 饮料店与投资民宿 侯友依则在立拼新北市长宝座 这对生就为自己的理想打拼 各自在演艺圈与警政界创造一片天 纳豆以幽默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还是骨灰级游戏迷 曾主持过电玩节目 是游戏厂商争相邀请的代言人 近日 他在社群平台分享了一张和与美人的聊天截图 对话记录中 与美人向纳豆传了一张影片截图 并说道 在视频网站上看到的 这个日本人嘲笑你的 结果纳豆一看 发现是自己10月为某日系游戏代言讲解内容的影片 无奈回复 姐 那是我本人 还在配文中笑说 我是不是太久没有和美人姐一起吃饭了 笑翻一众网友 还有许多蚁人好友表示 是该跟美人姐吃饭了 美人姐太可爱了吧 而拥有脸盲症的积极更说 会不会下次换我们传给你 让她不得不提早约好饭局 纳豆的女生缘比较好 事业爱情两得意 女友是从综艺节目《国光帮帮忙》出身的国广女神陈依依 两人交往4年 感情稳定 陈依依从国中旧有火辣身材 曾为拍摄FHM杂志挑战上空全罗 让人直喷鼻血 但在此之前 纳豆也曾交往过其他女友 她与艺人林千佑在2015年交往后大方公开恋情 两人还不时会在社群网站上大秀恩爱 闪下不少网友 一年后他们却宣告分手 之后 纳豆上节目时被小燕姐问及为什么和林千佑分手 起初她不愿意回应 后来才透露 因为我们的个性和生活习惯不合 所以才协议分开 在谈及未来新女友的条件为何 她表示 心地善良 能配合我的作息就好 但她也大叹 因为工作关系 要找到适合的人实在不容易 事实上 林千佑惹出的争议事件不少 曾因为前往50蓝购买珍珠奶茶 途中与店员发生冲突 后来在社交平台抱怨 还提及领22k一事 引发大批网友不满 当时作为男友的纳豆 表示愿意代替她道歉 但网友并不领情 使得林千佑不得不删除贴文 甚至关闭了粉丝专业 据了解 吴宗献当时是受到纳豆所托才签下林千佑 但他透露 林千佑工作态度消极 最后不得不提前将她解约 感叹 经纪公司非一人父母 双方要互相配合 不会在家就能变红 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努力 2017年 纳豆被拍到与小12岁女友陈依依约会 还悄悄将她带回了家 女方熟门熟路的样子 看起来她们已经交往了一阵子 恋情之曝光后 小两口也大方仁爱 据悉 陈依依大学没毕业时曾经上过纳豆的节目 但当时两人完全没交集 直到她上纳豆主持的《综艺三国志》时 他们才相熟起来 当时陈依依私下和张立东熟 张立东怕她第一次上节目会紧张 开路前不断帮她打气 结果玩游戏时 纳豆抽中陈依依的服务卡 事后纳豆透露 我抽到福利卡 她为我按摩 喂吃水果 但这种都是做效果 没想到没镜头时她还在帮我按 我笑她好傻 录完节目后 她们就互加通讯软件 偶尔聊聊天 有次纳豆突问陈依依想不想去兜兜风 她马上就答应了 而陈依依表示 当时纳豆开车载她到北海岸喝咖啡 两人在车上唱歌自拍 她突然觉得这个纳豆和荧幕上的很不同 说纳豆觉得自己的歌声不好 边唱边紧张 害羞到两手狂出手汗 连方向盘都不敢握 我就觉得她很可爱 心里想 若她下次若再约 还是可以出去看看 至于看中纳豆哪一点 她透露 可能因为节目搞笑 观众觉得她疯疯的 但其实她是个很有想法 对自己认识很清楚的人 总是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教男友从不看外表 个性家教涵养比那些重要很多 而且碰到一个可以一起进步的人很不容易 虽然恋爱相处的甜蜜心酸如鱼饮水 但女方似乎被外界的否定困扰 陈依依近日突然透过现实动态写心声 表示 每次看到被别的女生质疑真的很不开心 对她而言 女生本应该互相帮助 如果不愿意互助 和婆婆以前被欺负 再欺负媳妇什么两样 接着她又解释 自己并非被男生欺负就没关系 而是本身根本毫不在乎那些人 但同性之间应该要够一级吧 还强调 除了把自己照顾好之外 她也把纳豆照顾得很好 也没有花到对方一毛钱 虽然如此 她还是一直被外界质疑 只因为男友的事业成就比她高 但她工作也很认真啊 最后她向女生喊话 我们不需要互相计较 我们要做的是专注目标 心明眼亮 充满动力 保持美丽 没过几天 纳豆就深夜在社交平台发长文告白女友称 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我的女友 并大赞女友的十大优点 表示 最早在节目认识营养系毕业的女友 已经觉得她就是我的菜 两人交往后 陈依依帮忙打理纳豆的生活 让纳豆简直成了居家废人 对此 纳豆表示 女友帮她顾到养生 打理门面 煮饭 购物 就是为了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完全符合她此前描述的理想中的女友要求 除此之外 她也希望大家知道 女友不只有外表 才华更好 而且聪明 有生意头脑 时尚又有选物天分 近来陈依依开了一个玄武社团 纳豆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但希望大家能逛一逛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值得我那一番浮夸的称赞 还公开感谢女友在这四年间斗她开心 这篇长文不止让大批网友点赞 许多艺人也纷纷回文 徐凯夕留言表示请结婚 王晴也说超甜的啦 请原地结婚 杨月娥更幽默表示 好甜哦 你已经落网了 放进购物车 早前纳豆曾在社交平台分享粉丝提供的岳父年轻时的结婚照片 两人相似度高达99% 连她自己都被吓到 说本来不相信平行时空 直到看到这些照片 还故意把照片传给妈妈看 问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没想到父母还真的讨论起来 最后妈妈还打给她说 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拍的了 之后 纳豆又加码分享粉丝提供的岳父近账 打去说 原来我姥姥长这样啊 网友看了也近乎说 超像 是纳豆的钱是金生吗 许多艺人看了也纷纷留言 简直一模一样 让人不禁感叹 不愧是一家人 娱乐圈不乏男女地位不均等的夫妻 但只要两人心态良好 同样可以成为让人羡慕的对象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传出喜讯 唯有祝福两人 越来越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